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自灭的孔米娜,AOA成员们重新复出 这次报道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色 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这个内容 因为孔米娜的爆料而无法出演节目的AOA成员们 一一开始宣布复出了 因为米娜在去年7月爆料对内霸凌的时候说过 采远跟Chanmi也是旁观者 导致几名退出演艺圈 采远跟Chanmi以及其他成员们也都被迫停止活动了 就这样本来要告一段落的AOA事件 却因为米娜的自灭情况有了反转 从今年6月的劈腿事件,9月的室内吸烟 接着也出现了低设的爆料 这才让米娜上传了道歉文 停止了一直以来的举集跟爆料 随着舆论的反转 AOA成员们也是一一开始回归了 首先是AOA测量 在13号播放的阿南亨领预告片中出现了 这段期间,测量虽然有出现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中 但是在米娜爆料之后 这是第一次出演综艺节目 然后在11月15号,Chanmi也出演了一个节目 说出了自己的近况 而Hai Jung,Yuna则是在出演网剧 之后他们会在节目中说出什么样的故事 确实是,现在在韩国论坛的感觉就是 很多网友们都希望AOA能重新组团回归 在报道AOA成员们的新闻底下 也很难看到负面的评价了 对于这则新闻以及AOA成员们开始展开活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了,在上次Q&A影片中 有很多人因为这个内容 频道预计还会做多久? 54年8个月左右 54年8个月左右 猜测我的年龄是100-54年8个月就等于46岁 错了,完全错了 我现在不在韩国的话 目前还是三开头 然后很多人留言的 IG很久没有更新的部分 嗯,今天更新了 以后会常常更新刷爆大家的IG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女超网站愤怒的一个影片 在一个专门制造青少年实验类型影片的频道 我非常喜欢这种类型 不是很瘦的 一起去海边的话 这就是我的女人这种感觉 肩膀比我还要宽 比之前的那位体格还要好 哇,真的 哦,哦,哦 大屯鸡不是开玩笑的 运动4年了 如果被背后抱的话 会提不起精神吧 一般身材会被隐藏的 但是能看得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Legend 哼哼哼哼哼哼哼 要,要,要抱我们 念经中 最终选择 选择疯满 选择肌肉 选择谈力 选择肌肉 选择苗条 疯了吗 这是什么 脑袋里装的什么的话 会齐化这么肮脏的影片呢 成人的话当然可以 带着学生们这样就不应该了 这根本就是把在酒店选小姐的模式 直接搬过来了 要检举这个频道 要不然会出现很多类似频道的 不过也有很多这样的反应 很好笑的是 这个频道也有完全相反性别的影片 在那个影片底下的留言都是 我想代替你们在那里 我应该也要在那里的 还非常推荐 这些女超姐姐们真的是双标 她们没有那种身材才会生气 虽然带着学生拍这种影片觉得不是很好 但是这只是在选自己的理想型身材 需要这么愤怒吗 所以用高中生们拍这种类型的实验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近在那里呢 我还是要做一个 我还有一个在这个地方 那个我一根本来说 你做个闹子的 我好像在这个地方 我会用上一根本来说 我会用这个 你还是会用这个 你把这种看起来 你会用这个 我会用这个 是在这个地方 你会用这个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好的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